我们认为夸大文化在复兴中的作用只有害处而没有好处 蒙古比宋朝有文化还是满清比明朝有文化 大宋朝吃得最好穿得最美 宋徽宗宋清宗请其说话样样惊绝 却被野蛮人似的精兵卢去 伴在图景里成为敌国敲诈勒索的筹码屈辱至死 中国最著名的词人之一李玉则是南唐皇帝 放着皇帝的工作不好好干 结果就只能忧愿弃血去填那溢江南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软实力吗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靠了软实力崛起的 在全世界的历史上都找不到一个文化能强国的例子 所有的文化输出都是国家实力强大之后的溢出 所以我们必须搞明白因果关系 不要信口开河 国防是皮文化是毛 皮脂不存毛将淹覆 人类历史上很多民族过于追求享受了 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富有而没有五倍的民族就像肥胖猪羊 只会引发豺狼的际遇 这个世界上无数的民族和国家 由于战争失败而消失了 残酷到你甚至都看不到他们曾经存在过的痕迹 望战必危 所谓的落后就要挨打 不是文化落后 也不是经济落后 而是军事落后就要挨打 而且是一旦战败 再想逆转 难度就变大了太多 世界历史上复兴的例子并不多见 中国今日之复兴只是特例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铁鱼血的历史 面对中国的落后 无数人努力着改变 但事实证明 打不赢战争 一切努力结果都会大打折扣 最终证明改变落后的局面 还是得靠枪杆子 毛泽东率领的人民军队 经过二十多年的内外战争 以数以千万计的伤亡代价获得胜利 胜利之后的中国人 才获得追赶西方的资格 须知这一切进步 都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 秦始皇征伐六国 神州一统 汉武帝大漠远征 金阁铁马 唐太宗战将如云 带兵清征 长吉思汗大字不识几个 却纵横欧亚所向无敌 试问哪一个江山不是打出来的 不光是中国的历史如此 世界的历史也是如此 英国不靠海军消灭西班牙舰队 能成为日不落地国吗 当年中国人不出兵朝鲜 战胜所谓18个国家联合大军 欧美看到中国人 会是现在这样客气吗 我们中华的软实力 曾经最强大 给倭国巨大的影响 日本的文字也源于汉文 一旦打不过日寇 立刻面临抢掠 侮辱 屠杀 差点亡国灭种 鼓噪软实力最起劲的 其实是美国人的媒体和政客 这是美国衰败的迹象 原来的美国可没有这样遮遮掩掩 美国强盛的时候 那是想打谁就打谁的 最早殖民美洲的人 都是手中沾满鲜血的主 他们才是真正的美国人 在美国没有杀过人的人 都不是美国真正的主人 后来的移民只是美国人的佣公 美国人骨子里是好战的 他们崇尚战争 热爱战争 因为美国人都知道 战争的利益最大 最直接 他们这几百年来通过战争 获得了最大的利益 得到天文数字般的财富 有人害怕战争会破坏经济 却没有注意所谓的战争破坏经济 是对失败的那一方的 站在战胜国的角度看问题 战争是开疆拓土 最直接的手段和最佳的方式 战争的胜利者是最伟大的英雄 世界各民族记忆里的英雄 多是用鲜血和生命 为后代开拓生存空间的人们 我们强调武备 只是为了警醒那些 依然做着和平之梦的人们 战争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较量无始不在 而且打的是一场基于 充足的物质基础上的持久之战 我们提醒大家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政治家没有不明白军事的重要性的 问题在于 也不是一位强军就一定会有好结果的 这世界上的事情没有这样简单 要这样简单 所有的帝国都不会崩溃了 汉唐两朝都是很注重军事的 可中央权力一旦被削弱 就立刻陷入军阀混战的格局 最终导致四分五裂 宋朝就是基于这种教训 又走向另一个极端 就是众文轻武 又导致对游牧民族的入侵 无力抵抗 中国人就是处于两难之中 艰难取舍 过了两千多年 强军的关键在于养军千日 用军一时 重点在一个养字上 能不能养得起是关键 怎么养军才是重点 中国的政治家为此发明屯田制度 这可能是最先进的养军之法 就在于养军与用军一体化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养兵只是投资 怎么才能收回投资呢 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发动战争 获得利益 用以养兵 很多人愤怒于儒家文化 带给我们孱弱的精神状态 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 为什么是在汉武帝时代 中国走向了保守呢 这显然是我们的生存空间决定的 向外扩展已经变得成本极高 多数情况下是得不偿失的 我们中国人没有动力向东去寻找美洲大陆 我们尝试过下南洋 但依然是得不偿失的 中国人走向保守是种大智慧 强力反击和有限扩张 是我们生存几千年而不崩溃的关键指引 这一点上欧洲人不懂 俄国人不懂 美国人更不懂 中国人到家 儒家 法家 都是在哲学上思考 都是在思索 怎么立好的解决外部压力 与内部矛盾的平衡 这一点上祖先们 给予我们的智慧是很高明的 中国近代失败的原因 是更高层面上的问题出现了 那就是西方人用科学技术 制造出的力气 让我们很难抵御 好在科学的属性 规定了科技是可以学习和追赶的 这世界没有永远便宜和合适的事情 生命基因层面的选项 也不是越大越好 国家的扩张也是一样 俄国人就是被自己消化不良害死的 因为没有人口支撑的国土是假的 美国人最终也可能会因为吃的太多 撑死自己 要知道 美元通过无耻的量化 宽松掠夺了世界 但同时也流放了自己 500年前开始 西方人用大炮掠夺了世界财富 导致世界向西方倾斜 今天的世界又一次发生财富大挪移 这一次财富向东方转移了 未来欧美没有财富的支撑 科技进步和军事装备的进步 就没有了可能 人类社会科技门槛越来越高 目前向军事领域的投入 多数国这已经不能负担了 这对中国是好事情 我们的政治家必须时刻警惕 利益平衡是生死大事 不可不查 未来的世界 诸国谁能持久 谁就能够最终胜利 有人提出 我们在军事上要跨越式发展 这玩意儿只是说着好听而已 并没有实际的可操作性 事实上 世界各国都是按照自己的条件发展的 不可能搭建空中楼阁 蒙古铁骑源自草原油木 中国强大的陆军 源自中国巨量的人口 和殊死拼搏的长期战争 英国 美国 日本等国海军强大 源自岛国环境 德 法 俄 中 无法建设强大的海军 是因为陆地之国 海洋利益不支撑 成功是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不是光想着挖渠就能解决的 有人感叹 严富与马汉的不同命运 试图由此推断出 中国是因为海军建设的落伍 而导致的挨打 这观点似是而非 在历史上 中国可不是人们传说的那样 对海洋完全忽视 实际上在14世纪 中国人的造船和海军武器技术 世界领先 还发明了磁罗盘 下南洋更是从始至终贯穿明朝历史 只不过这种行动 没有利益支撑而终止 明朝的真正危险 依然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 向海洋发展搞错了战略力量的方向 得不偿失 也是明朝最终崩溃的一个因素 满清入主中原之后 中国才真正解决了 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的长期矛盾 随后迎来了人口大发展 谁也没有想到 却遇到了来自海洋的更强大的敌人 海洋本来是中国的屏障 结果变成了软肋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 指责大清皇帝没有战略眼光 鸦片战争之前 中国海军不发达 是因为海外根本没有能够支撑 中国发展海军的巨大利益 1840年 英法巨大的舰炮打碎了满清的自大 从这时起 中国人才开始学习西方 可惜的是又走错了路 当时中国最应该建立 以陆地防御为主的国防体系 而不是摆个花架子 表明自己也有海军 大清国海军出海没有利益支撑 不出海满远洋大舰干事何用 这一错再错 导致大清帝国大厦的倾斜 最终无法挽救 我们从来没有打出去的战略 却在自己家门口耍大船 不断地往里面填银子 而得不到任何效益 最后连训练和维护的费用都短缺了 却把失败归于战事 这只能说是我们后来的研究者毫无见识 事实上 北洋水师的唯一用途 就是形成战斗力之后 趁着日本海军尚未成行 歼灭日本海军 逼迫日本赔偿战争费用 以支撑中国远洋海军的军费 问题是 这计策被满清最高统治者采纳吗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 海洋有使国家占据上风 主要原因是 水运成本远远低于陆地运输 英国的主要利益来自海上 所以一开始就将海军放在第一位 这是由岛国环境决定的 美国最先的时候 并没有将海军放在首位 只是到了20世纪初 美国国内市场饱和后 出现经济危机 才促使美国政府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 并由此注重美国海军建设 世界大国没有不注重海军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努力都有好的结果 一百多年前的德国 在发展海军力量的时候 主要目标并不是远洋海军 而是近海力量 这表明要把矛头指向英国海军 故而引起英国高度警惕 随之引发战争 俄国从来是试图建立强大的海军的 但是没有海洋的商业利益支撑 几百年来是光开花不结果 新中国建立之后 先注重陆地国防 保障国土安宁 我们最初没有大规模建立海军 这不是我们领导人概念落伍 而是非常正确的顺序和节奏 到了海洋利益 足以支撑海军的时候 再转向海军建设是明智的 改开之后 我们的商路主要是海洋 造船业也成为世界第一 东海南海的领土之争 以及台独的威胁和挑战 以及美国收缩之后的商业利益的保护 都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需求决定共军这一商业规则 也是通用于政治军事领域的 我们今后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巨大的海外利益 这利益是保障海军运行的源头 这是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人类的发展不是永远和全体进步着的 一些文明就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了 事实上 战争伴随着人类的全部历史 创造出最辉煌家野文明的中华民族 在近代落伍了 差一点亡国灭种 幸运的是我们靠着艰苦卓绝的奋斗 又获得了复兴的机遇 本来工业化的大门并没有向中国打开 是我们全保中国人 用血泪汗水愣愣地挤了进去 这进步是用无数的牺牲换来的 历史招是我们的不是什么落后就要挨打 而是军备不成就要挨打 是打不过别人就要挨打 灿烂文化和富裕生活 都必须有武力保障才能享受 否则文化优越和积累财富没有任何意义 300年来西方超越我们不是什么制度文化先进 最主要的是他们工业化之后有了明显的军事优势 我们要知道一种特殊的观点 就是在西方人看来失败者是有罪的 归根到底就是你犯了打不赢他的罪 我们常见的一种错误观点是 说苏联败在军事竞赛上了 却没有注意俄罗斯凭什么守住了弱大的领土 事实上没有武器俄罗斯和苏联早就完蛋了 没有武装苏俄是绝对支撑不到今天的 对一个民族来说 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智慧是军事思想 如果中国人没有抵抗侵略的战争能力 中华文明早就不存在了 中国人在血与火的锤炼中凝聚出比尼世界的战略战术 古代有孙子兵法 当代有毛泽东军事思想 这都是人类军事思想的封碑 所以我们自豪 因为我们中国有世上最丰富和最高明的军事思想宝座 我们今天享受着先人们留下的红利 却很少有人提到战略红利 就是没有人敢动我们念头的和平红利 要知道是毛泽东时代创造的两弹一新和全民皆兵 人民战争诱护着我们国家的安全 西方人才会老老实实和我们通商的 我们必须明确军事是生死大事 望战必危 今后中国加强五倍也不用躲着闪着 不需要再找什么借口 我们必然会面对战争 而在战争问题上 我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 几十年来我们是大国中唯一一个没有打过仗的国家 我们的军人们已经长时间没有见过血了 所以我们对待战争的态度 必须是绝对保障胜利 胜利了什么都好说 失败了 一切矛盾都会出现 甚至爆发 所以一旦战争就全力以赴 守战必须得胜 我们的军人们应该是难以安眠的 因为我们连国家的统一都没有完成 这不是中国尊人的光荣 我们不再祈求和平统一 不再答应过分的要求 原则问题上不再退让 我们必须明白 世界上的中小国家都是中间势力 他们总是游移于世界大国之间 现在更多的是棒着美国的 世界各国只要不是敌视中国的 都是我们团结的对象 但是 我们绝不再接受某些国家 在我们核心利益范畴上下其手 占尽我们的便宜 我们必须明白日本是距离中国最近的危险 很多人天真的以为 随着中国的强大 日本会脱离美国倒向中国 这是非常幼稚和危险的想法 要知道 日本人试图对中国说不的时候 日本还在美国的刺刀之下 而且日本人的粮食也只能靠美国供应 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都可以说 日本将永远被拴在美国人的手中 我们必须明示 东海和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不容侵犯 这是二战的成果 美国若是越过这条红线 我们将不受任何约束 中国必须有不惜杂烂一切的通气和果敢 让世界知道 中国人的决心 大不了从头再来过 我们必须知道 政治的力量远远大于经济 军事力量是最大的政治力量 中国未来唯一的做法就是强军 除了强军别无他途 我们不必担忧发展军事会拖垮经济 因为我们已经可以保障 军事和经济利益的良性循环 我们必须要确保国家安全 经济才能得到更大发展 我们应该相信 因为中国政府具有超强的资源整合能力 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我们都能玩得转 因此 指望中国经济在近期内出现停顿和崩溃 是不现实的 我们的敌人唯一可以期待的 就是中国政权的崩溃 但中国政权具有超稳定的结构 我们的敌人最终会失望的 世界真正的危机 是美国没有能力阻止衰败 不远的将来 美国安身立命的金融 货币 军事 科技四大优势将丧失 所以我们要防止有人狗急跳墙 我们只能以歌指舞 我们再强调一次 就是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后 真正的财富是由市场和需求产生的 所以中国的最大财富 其实就是我们工业化之后的全国大市场 这就是我们财富之源 这也是世界最大的复原 所以我们需要强大的武力来保护我们的市场和财富 现在我们要明确 无论政治还是文化 都是我们中国人的优势领域 经济领域 我们正在变强 我们真正的短板在军事上 我们要加强军事意识和战争意识